杭州失踪女子遇害真相曝光,女儿崩溃,丈夫被抓。 昨晚,杭州警方通报,失踪女子莱女士已遇害,丈夫许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,现已被将干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 妻子遇害后,嫌疑人许某某还可以冷静地报警,发现莱女士失踪后,警方反复查看小区出入口的监控, 通了三晚宵,那天是她女儿生日,从监控上看,莱女士和她小女儿有说有笑,并没有什么异常。 报警后,警方出动警犬进行地毯式搜索,把莱女士住的那栋楼所有住户都走访了,连冰箱和保险柜都查了,还是没有找到线索。 接受采访时,许某某神态自若,妻子穿的衣服和失踪的时间记得一清二楚。 7月22晚开始,多辆西乌车出入莱女士的小区,对小区化分池清理,莱女士和许某某均是二婚。 莱女士跟前夫和现任丈夫各生了一个女儿,而许某某和前妻生了两个儿子。 如果莱女士永久性失踪,法院将她判定为死亡,目测许某某就可以顺理成章拿到另外一套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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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 等待会儿。